台北市东区的KTV又发生了打群架的事件 正是凌晨5点多 有两方的人马是在KTV包厢起了冲突 可以看到他们是有的人是拿出了折叠刀互相攻击 导致有三个人受伤送医 那么警方初步调查 双方是之前就有纠纷了 是因为知道刚好仇家就在KTV唱歌 才会上门寻仇 那么一阵混乱之下 14名的嫌犯都鸟受散 只有一个人是被警方逮捕的 那么受伤的嫌犯去医院治疗的时候 朋友又以为路边又看见了仇家 还冲上去要拦车打人相当火爆 KTV包厢外一群民众凶神恶煞 看见仇家就拿垃圾桶砸了过去 但被打那方也不甘示弱回首 冲突当中还拿出折叠刀砍伤对方 受伤男子躺在担架上紧急送医治疗 整期事件就发生在20号凌晨5点多 10个人原本在台北市戴安区一件KTV唱歌 结果唱到一半就有14人拿刀上前寻仇 警方调查原来双方有共同朋友 之前就曾经发生冲突 为了要报复才会拿刀攻击 最后被打那方两个人大腿有刀伤 还有一名无姓嫌犯 胸口也被对方刺伤 警方后报之后也马上赶到现场 但没想到冲突才发生没多久 受伤男子一到医院 朋友就在路旁看见一辆白色轿车 以为遇上仇家气得上前 照对方理论 有伤者送到医院就医 他的朋友在现场守候 看到疑似一步误认 这个是他们的同伙 然后展开报复燃车打了 回到事发现场还是血迹斑斑 但闹事嫌犯还有13人逍遥法外 警方也要继续追查 离清详细的冲突原因 华世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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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俊南 特别报道